赵阳 你不是直接去腾月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你就想问你个事 徐司是不是决定 把腾月给卖了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你就是说是真的 你还支持了徐司 徐司呢 只是对腾月做出了一个 更好的决定而已 更好的决定 更好的决定 他为什么瞒着江湖啊 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告诉江湖呢 徐司只是想找一个 更好的时机 亲自告诉江湖 什么时机 把腾月卖了 生命煮上熟饭啊 安奈达收购腾月呢 不仅可以帮腾月 扩大在国内的市场 还可以扩展海外的市场 而且他们 他们还想重新邀请我 做会安奈达的设计师 我听明白了 你们的计划里 有你 有徐司 有所有人 就是没有江湖呗 杨洁 你这么说太片面了 是你们太自私了 徐司这么做我能理解 我一点都不以为 可是你呢 周扬 就算你不把江湖当朋友 起码他也把你当作 最亲密的合作伙伴 你这么做 你觉得合适吗 这件事情归根结底 也沦不到我来左右 而且腾月 是徐司和江湖的 他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 那也是他们的事啊 我没想到你划分得这么清楚 哎